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我们都知道古往今来的话,有非常多的官员都会贪污腐败的, 但是要说起贪污里面最聪明的人物,应该算是和珅, 毕竟他贪的钱都是非常多的,而且他那么多贪污, 在杰隆朝的时候,甚至还那么得到皇帝的喜欢,这到底是为什么呢? 我们应该知道,帝王肯定都非常痛恨,他手下的官员贪污的, 如朱元璋就非常厌恶官员贪污,如果官员贪污的话, 他甚至会把官员包皮,来作为惩戒, 那么,乾隆到底是怎么取得乾隆皇帝的喜欢的呢? 我们知道乾隆皇帝是个比较英明的君主, 他可不是那些昏庸的君王,容易被和声给糊弄, 他肯定非常清楚和声的贪污行为的, 那他为什么会纵容和声贪污呢? 其实里面涉及到非常多的原因,下面小编就给大家分析一下。 第一个原因就是和声办事,非常得乾隆皇帝的喜欢, 和声非常注重观察皇帝的心思,而且也很善。 于揣摩他的意思,因此叫乾隆皇帝有什么为难的问题, 或者解决不了的事情,和声总会第一个发现, 并且想尽方法去帮助他解决,这样就会让皇帝非常的开心, 毕竟这么能干的大臣,能够解自己心思, 烦恼的是很难得的,因此乾隆在面对和声的时候, 总会网开一面。第二个原因就是和声对乾隆皇帝非常的忠心, 因为和声知道,他现在所有的富贵,都是来源于乾隆皇帝的喜爱, 没有了乾隆皇帝,他肯定会立马被那些人给杀掉。 因此,他对乾隆皇帝忠心耿耿,这也是乾隆皇帝最为赏识的地方, 任何一个君王都会喜欢对自己忠诚的人的, 要不然就算再能干,但是对自己不忠,那也没用。 毕竟皇帝也是人,他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, 如果那些大臣只忠于国家,忠于朝廷,而不忠于帝王本人的话, 那肯定不会得到帝王的喜欢的。 虽然那些人对一个国家来说必不可少的, 但是皇帝他还是喜。 欢迎那些既能干又对自己忠心耿耿的人, 因此和珅非常得到乾隆皇帝的喜爱, 就算每次都很多人写奏折参和珅贪污, 但是乾隆皇帝也经常置之不理, 甚至为和珅找非常多的借口进行开脱。 第三个原因就是和珅贪污,非常有分寸, 知道哪些钱才能碰,哪些不能碰。 首先第一,科举考试的费用的话,和珅是绝对不会去碰的, 我们都知道,科技考试是为国家选取有志知识来为民服务的, 政府投入了大笔资金, 就是为了保证这个科技考试的有效性, 能为国家选出有才能的人。 但是我们知道很多参加科技考生, 是加州很有钱, 但是自己才能很差的, 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去贿赂考官, 但是在和珅做考官的期间, 他是绝对不会去收取这些钱财的, 非常的公正公平公开的, 为国家选取才能。 其次,对于那些镇纪灾民的钱财, 和珅也绝对不会去碰的, 他知道那些钱财, 都是为了救助灾民的命, 如,果灾民没有安置好的话, 可能就会引发暴乱, 动摇朝廷的根基, 那样乾隆皇帝绝对会杀了他的头的, 因此和珅在去地方都办赈灾事宜的时候, 坚决不会收取任何的贿赂, 并且还会要求下面的官员一起捐献, 乾粮来救助灾民, 通过上文的分析, 我们就可以知道, 和珅为什么在乾隆朝能会得那么开心, 贪毒那么多的钱财, 还一直深受乾隆皇帝的喜爱了。 因此,和珅作为先古大贪官, 肯定有他的, 过人之处和他的聪慧的地方, 要不然的话肯定分分钟就被乾隆皇帝给砍头了。